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动森2.0 10件你可能还不知道的事 这10点里面有一些是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优化项 有一些是令人暖心或是捧腹大笑的小细节 还有一些是非常实用能帮助我们高效搜集素材或赚钱 其实老实说 2.0的内容丰富到可能讲个100点都不够 这10点是我个人摘选的 我最希望大家知道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些点 在正片开始前还请大家点赞订阅 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甘动力 希望能和大家一路同行共同成长 首先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bonus 兽博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 他在2.0正式回归 是常驻巴猎岛商业区的快递老哥 不过这次要讲的并不是他的物流功能啊 而是在11月兽博会每天给你一波橡果 数量不一定但都小于等于10 他的外观也会配合橡果发生变化 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细节吧 而且橡果作为一个季节性的素材啊 搜集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们就快趁现在攒一些吧 第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过星威呢 他是常驻巴猎岛的占卜师 跟他对过话的朋友应该会有共鸣吧 这姐妹实在是太逗了 像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搞笑却不自知的人 而星威不仅对话有趣耐看 他能提供的服务也绝不容小觑 我们可以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与小动物的友情加户 像这样我们选择新来岛上的蜜雪儿 支付一万零钱就可以双倍累积和他的好感度 对于时常有新朋友上岛的朋友们啊 在星威那里求个祝福准没错 第三同样在巴猎岛的羊驼小夫妻 会帮你改造一些平时无法改造的物品 这个想必招揽了他们的朋友都知道啊 但你有可能不知道的是 小夫妻经手的改造不需要使用特殊素材 比如那些万圣节限定家具啊 本来改色是需要异色南瓜的 在小夫妻这里只需要钱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省特殊素材的方式啊 也让错过了某些节日或活动的朋友方便许多 第四 巴猎岛上的然然会提供一个价值十万的除草服务 这个选项在本岛上是没有的 而且舒服的是 除去的杂草会被存放在收纳空间 毕竟杂草也是一种资源嘛 如果你岛上的杂草数量太少 然然会拒绝你的除草请求 绝不让你花冤枉钱 这点跟知名奸商离科一比啊 真的是高下立派呢 总之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回动森啊 岛上很可能已经杂草丛生了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然然的除草服务啊 虽说十万有点小贵 但至少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具体需不需要就见仁见智啦 第五 鸽子老板的咖啡店不仅能喝咖啡 还能喝水 其实原理很简单啊 贷不够钱就可以 我是在上周末直播的时候 跟观众们一起发现的 当时甚至有五六个人一起喝水的盛况啊 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老板无奈的反应 和一些令人忍俊不惊的对话 设身处地的想一下 五六个人进去咖啡店 身上的零钱都不够两百 老板能耐心端水给我们这些奥客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不得不说洞森的世界里 真的埋藏了很多惊喜啊 给制作组点个赞 第六 商店里可以购买新的梯子DIY方程式啊 可以让梯子像藤蔓一样 成为轻松去到上一层的通道 这种设计不仅可以让上下通行更方便 还能为岛屿设计 提供一个极富自然风的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 桥梁和斜坡的建造上限 从八个增加到了十个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再让小岛地形复杂化的 同时却不牺牲交通的便利性 算是在丰富度与便利性中 找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吧 第七点是我个人觉得 极大提升游玩舒适度的点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朋友的ATM 而不仅仅是自己岛上的ATM 关于ATM可以用点数换取 并且可以放置在岛上任意位置这点 想必很多朋友都知道 不过更为舒适的是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朋友岛上的ATM 关联的是你自己的零钱账户 而你的朋友也可以使用你岛上的ATM 这让大头菜买卖变得顺畅了许多 我们也不再需要为携带太多现金而发愁 随时随地用ATM存取就好 不过要注意朋友的储藏柜是不可以使用的 第八点同样是改善生活质量的一点 就是现在帮小动物搬家只要一万了 可能咱的小奸商李克良心发现了吧 原本它的要价可是五万呢 毕竟我们岛上有最多十个小动物 改岛或是改内装外装 都有可能引出搬家的需求 而在零钱消耗非常剧烈的2.0 五万的搬家费属实是稍高了一点点 减到一万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设定 这也能让我们的创造力不被零钱束缚太多 或者把钱用在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第九 2.0在月底有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从11月26号到11月30号的动森黑五 活动期间所有商店内的商品都会七折贩售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采购时机 毕竟2.0更新了很多价格不菲的家具 在商店里购入大件 可能又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常态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把握这次机会 买到就是赚到 也许最终赚的盆满钵满的还是离客一家吧 最后第十点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系统 小动物不仅会拜访我们家 还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 邀请的方式是冒气泡 所以在2.0 频繁忽略气泡可能会导致错过很多 不过anyways 去到小动物家里后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对话 还可以跟小动物们玩游戏 甚至有些还会提出卖家具给你 这对于搜集家具图鉴也是蛮有帮助的 在你离开的时候 小动物还会送你家里放的音乐 总之就是非常暖心 也非常有生活气和互动感 被自己喜欢很久的小动物邀请 心里应该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吧 OK 今天的十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这十点钟有哪些是你已经知道的 又有哪些是你通过影片发掘的呢 欢迎兄弟姐妹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期待和大家的互动 也感谢各位对我影片的支持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我是绿茶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